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整点情绪 感觉刚才稍微有点小伤感了 伤感是因为我看了我两个月的经历 真是不容易 而且都是真的 这挺棒的 爱是跟无比 跟你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 我没推你 你别够对上感 别来这套 我刚刚就问你一套 问你一套你觉得你占你和$CP 还是你占你和$CP 他马上掉出那个微信 马上给我去 那一套你干嘛呢 你看 这就是行 行送来这套是吧 来拿着 哈哈哈 拿了拿了拿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几块啊 这几块后面内容不重要啊 挑动我的心 嗯 快走 快走 节目中无比最想让你吐槽的点 和最让你暖心的点分别是什么 吴比其实挺暖的一个点 他还挺社会范的 因为说白了就他弄过综艺 类似于这些东西 谁都不懂 所以必须有一点做归笼 而且还得这人有点微信 还得舍下自己的一些个 他干嘛不能玩 他在这玩挺高兴的 没问题 但是不 他就是有那使命感 他要让大家往一个方向推 比如一周我做一戏 这周要怎么样 虽然听着他个样 好多人上来烦他讨厌他 这我都知道 但是他就得 他站出来担当这事 我觉得这就是 挺感动我的一事 至于什么地方不感动我 就是除了这件事以外 其他的啥都不是 啥都不实 你的偶像陈明浩 也空降了戏剧新生活 他身上的什么特质最吸引你 演了好多小剧场之后 突然有一次 我就看梦丁辉的琥珀 二轮牌吧 我记得特清楚 吧 陈明浩一演 我那个艺术细胞觉醒 就那一刻 我就说我还能这样的 打开另一个空间了 从那之后 我就一直喜欢她 然后咱们切机 开堂手接客 杨婷姐打蛋 赵鸿威 陈明浩和我 我扎着眼 那时候婷姐 天天说我 说你不能听陈明浩 从新来陈明浩 好几个人 掰陈明浩都掰不了 当我站队 我就是小手 拽着陈明浩的衣角 反正就那样 所以 他是带我建立戏剧观的这个人 修睿在节目里 给你买了两个包子 你一直记忆游戏 如果给你个机会 回报一下修睿 你会怎么做 我就记这种事 能记特长时间 在我比如说 他气着我的时候 我说我宰了 他就 真是想给他 想开骂 但是可能就 我要张嘴之前 我想起点包子的 就傻什么 修睿不是老吃那酱鸭吗 我在那个乌村那附近 有一他叫鹅店 买了半只鹅 完了我买了点 七七八八的肠 喂他喂其他人 但是这只鹅 是给修睿买的 他还没起床 我就放了他 有多网友看了节目 评价你人有才 一品好 情商还高 是理想型男友 你想怎么回复这些网友 别那样 还行 你们听有眼罐 你怎么想说 主要就是气质在那 可以了可以了 戏剧新生活播出后 觉得对自己生活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有没有哪些时刻 觉得自己这次真的活了 就我享受这事里头了 他那个后劲 戏新生后劲 特别多 我连人坐了一礼拜梦 跟贝子还拍戏 睡着好了以后失眠 真的这样 完了前天 我还坐着坐着梦 还哭了 梦着黄老 脸对着哭 第二天我还跟黄老聊半天 这种大能量的美好的东西 我特别不要脸的说一句 可能你们都没有 我有 以前当然我也是挺热爱生活的 但这节目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都不是挺 就是爱 我爱生活 用一句话安定一下 戏剧新生活吧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 心里都存着那块美好 但是你可能在生活之中 有些时候你找不到 或者释放不出来 或者它可能已经让你 忘记了那个感觉了 戏剧新生活 一定会把你 拉回到一个 你内心最柔软的那片天空 一片伊甸园 说出赵小苏的三个人生关键词 我先说无比的吧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扎男三件套 这是无比的 我的就是得 一跃 开启 完了 坚决 粉丝什么样的评论 你会翻牌 就真的比如说 不太舒服呀 或者有好多就是 人生无望的那种 跟我说 有没有点什么建议 或者说说 对我会回 还有些大长篇的 真有特别 写的特别好的 我还分享了 share了好多篇 给黄老师 如果不当演员 你会去做什么 可能跟狗 有点关系吧 就会喜欢那宠物的 那动物的这一套 如果穿越变成宠妃 第一件事会去做什么 第一件事必须留黄上去 必须把那黄上去玩的 手拿把子 就是几千元的 小似似的 小伙似的 非常好 感谢观看